民進黨連體右打 抗中黨 抗中寶財 這就是民進黨在選舉時候慣用操作的手法 他們的招數就是如此 我想這也凸顯出民進黨政府 防疫無能 治國無方 到選舉就只會操作意識形態 剛說你的說法被稱中途 諷刺是左右逢遠的 兩岸關係緊張情勢升高 會有人擔心這很正常 不需要過度的曲解 民進黨永遠只會把不同意見人 打成中共同路人 分化鼻子 無法團結台灣人 這就是民進黨在選舉時候慣用操作的手法 他們的招數就是如此 我想這也凸顯出民進黨政府 防疫無能 治國無方 到選舉就只會操作意識形態 在上一次的大選 大家看到 當時反中東事件 民進黨政府喊出要挺香港 結果到現在 我們各個委員提出的港澳條例 民進黨還是 他躺在立法院 沒有暫度通過 我想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面對年底的選舉 我想民眾是很有智慧的 知道誰是真正以民為念 誰能夠真的反應市民的心聲 誰是長期在台北市行走基層 經營為台北市民不斷在解決問題的人 我相信我一定積極努力 讓我成為台北市民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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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保持住 計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